請問他 請問他 我就報個平安 活著呢 3月7號 滯留在烏克蘭的北京人王極賢 在個人的YouTube帳號上發出一段無聲短視頻 他用黑色膠帶在嘴上貼了個叉 王極賢發給本臺的照片顯示 他在7號通過微信向國內的父母報平安 卻發不出去 微信顯示他的帳號聊天功能已遭限制 因為他涉嫌惡意散播謠言或非法內容 王極賢是在烏克蘭奧德薩工作的中國公民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他連日發布當地遭受炮火襲擊的情況 和烏克蘭民眾的真實心態 攔著他 你不要過來 你過來 我的孩子就死了 我不想讓我的孩子被你壓死 從我這開過去吧 你們看的新聞報道 那個記者躲在俄國坦克的後邊 你知道那坦克他不是炮口對著誰呢嗎 炮口對著這兒 我們的人 中國人也在哈爾格福呢 沒跑 我昨天朋友告訴我 咱們一哥們兒犧牲了 我看過他的油管 他是多年居住在烏克蘭 對烏克蘭的一些事情 他非常了解 他發出真相 發出事實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中共黨媒的宣傳導向一直偏向俄羅斯 很少報導國際社會譴責俄羅斯或俄羅斯國內的反戰抗議 同時 當局也令社交平臺審查和刪除民間支持烏克蘭 反對戰爭的聲音 王岐賢因為在視頻中批評普京的侵略行為 之前遭到國內小粉紅網報 就這個導彈它也沒辦法怎麼招 這個國內就已經向我開火了 我都跟你們說了 就這 那導彈要過來 死的是我這這幫居民 還有我這替那個基輔那邊扛著導彈的知道嗎 那基輔那裡也還有中國人的 咱就不說中國人 烏克蘭人是不是人 中共是希望所有中國人都只能發出一種聲音 就是黨媒的聲音 王岐賢在海外發出了與官方論調不一樣的聲音 所以就把它噤聲了 中共官員做正解事慢悠悠 但在封老百姓的口這件事上 效率依然是最高的 雖然在長壁管轄言論上非常迅速 但中共撤僑一直被外界詬病進展緩慢 俄羅斯和烏克蘭剛剛結束第三輪和談 仍然沒有達成共識 中共駐烏克蘭大使館3月8號發布消息稱 烏克蘭局勢可能會急劇升溫 提醒還在烏克蘭的中國公民儘快離境 但目前 戰火仍在持續 很多中國公民如果想前往安全地區 不得不穿越交戰區 非常困難 王岐賢的微信在3月8號恢復了聊天功能 他在當天發布新的視頻報平安 我 中國人 我愛中國 中國愛不愛我 無所謂 我愛中國呢 中國文化教育我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盛即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這是中國人 這是孔孟思想 儒家思想 他表示自己不會撤離 仍將留在烏克蘭幫助其他的華人